宋佳姐 宋佳姐就是一个 非常豁达的一个女生 跟她相处 就觉得说非常的舒服 而且感觉是那种 不太适合经商的 因为可能会赔钱 欢迎大家来 开业打八五折 小花姐就是挺大大咧咧的 然后感觉挺直爽的 一个女生 我觉得她挺调皮的 就经常会开一些 很有点的玩笑 太好了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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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I love you 我當時得知 是宋家的時候 我就鬆了一口氣 因為那個大S 有跟她合作過 然後阿雅也有跟她合作過 然後我看她長相也是 還滿好相處的 妳想說 真的是中到今天 還沒提過 這裡是什麼東西啊 我不知道我今天 是第一次提到她 生活中我是一個 絕對不會讓自己累的人 因為我真覺得工作已經夠累了 生活中就別再累了 我沒什麼壓力 我這個人心態比較好 比較積極陽光向上 然後每天就是 嗯 關心一下我們團隊朋友們的 心情狀況 對 有什麼我可以幫別人 排憂解難一下 對 其實Ashley我對自己 真的很沒有自信 正能量和負能量 從事出現的時候 是不是正能量 把負能量幹掉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我具有這個能力 然後我常會覺得 我到底 到底我為什麼 你不知道你很會主持啊 我一點都不覺得我會主持 你知道嗎 你知道有那麼多人愛你 喜歡你 就覺得你性格很特別可愛 任何能夠看到你主持的那個場面 大家都特別喜歡 那你告訴我為什麼 那不是因為你的能力嗎 3 4 3 3 6 4 4 1 2 3 4 祥品质